哈喽好久不见大家 虽然是星期五而且不是晚上九点 然后虽然是星期五 一般来说我很少在星期五直播 因为我觉得星期五就是塞车啊 就是大家会怎么说 要去度周末很轻松的时候对不对 然后应该很忙所以我通常不会在这个时候直播 可是呢我现在在机场 然后我明天也在机场 所以最近应该也没有 找不到时间直播了我想就趁现在吧 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我觉得还蛮关键点的时刻到了 晚上好 我不会讲太久 我会稍稍的讲一下 因为我要提醒大家 最近打开你的心去感受 去感受 我想如果最近你有在看新闻 你就会看到非常非常多有趣的新闻 除了当然最近了 除了这个国际事件 比如泰国小朋友们被被救 然后台湾最近是不是也有讲阅 会 讲阅会议员的事情 我人在海外 但是我还是有关注到这一条新闻 我觉得非常有趣 它就是牡羊座呀 是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死而复生的一个状况 好 它是牡羊座 各位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了 就是如果你过去是一个有累积的人 你知道很多星在逆行的时候 现在就是很多星在逆行嘛 对不对 很多星 火星 土星 海王星 跟明王星 天王星也在停滞当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 空缓空 NEO727航班前往心里的旅客 现在开始同行 请携带好学生物品 好的好的 我要讲的是说 在念型的时候就是报应来了的时候 那报应有好也有坏咯 对不对 也有好的报答 也有坏的报应 好吵 我这要讲话的时候 因为我的那个漫游只到八点 所以我很紧张 我八点前就必须结束我的直播了 有人说老天爷还是会看到好人 我相信啊 最近 对 好有好报 好有恶报 是不是最近的磁场呢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身上发生的是鸟事 我们就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 如果你发现你身上发生的都是好事 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这个概念 好 除此之外 我想你们如果看到天文的星象 他们也会告诉你 会有一个超级月食 因为是本世纪月食时间最久的 然后也告诉你会有日火对冲 于是你会看到很明亮的火星 其实你知道吗 他说2002年的时候有过一次 那一次火星最明亮我还跟朋友去追星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开的车冲到乌来的山区 然后还拿望远镜去看那颗火星 我现在左想右想 怎么说呢 看你们啦 我觉得抬头看一眼也就算了 尤其是月食 都是在26 27 28 而且那个时候开始水逆的时候 所以各位你自己要有一个观念 我觉得胸心是或者是日食月食这种东西 其实是不宜在户外观看的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太吉祥的一个能量 那你去你去touch它 你等于是想要接触它的能量嘛 对不对 火星的能量是这样 火星是它既是能够让我们 用一种无畏的姿态 像战士的姿态一样去冲向我们的理想 但是它也可能是一个麻烦的来源 因为火星也跟受伤 也跟冲突 也跟那一种 那个暴力的那个味道有关系 所以老实说 自从看了那一次的土星之后呢 我不觉得我的人生有多平顺啦 所以各位还是不要看微妙 哈哈哈 好的 其实日火这个相位呢 除了你可以看火星以外 我觉得很有趣 我为什么会觉得说 这个夏巡它肩负着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 是一个切分点呢 所谓的切分点 其实第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这颗天王星 它带来今年的很多变化 天王星是主角 来看我星座书的人都知道 那这颗天王星即将逆行 即将逆行也就是说 它从五月到现在所带来的那些剧情 已经演完一遍 接下来它要往回回顾 所以我是不是有说过 很多比如说你看不见的 比如说上面的哪一些金融单位也好 某一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也好 它们可能已经有一些想法 它只是还没有付诸实现 或者是已经有 已经知道糟了 什么要糟了 但是它只是没有公布 就这一类的 所以有一些真正跟经济动荡有关的事情 现在才要开始 并不是天王星一进进牛就开始 现在结果才要呈现 所以跟钱有关的事情 将会是动荡的一波 那第二 我觉得天王星它既然要逆行 它就卡在开创度数 一度两度三度的时候 然后太阳火星呢 太阳刚进狮子 然后火星正要退出水平的这个当下 所以你知道那个一到三度的感应是非常强的 那只要有行星在一到三度 前十度感应就很强 更不要说是零到三度 那个都有一种开篇辟地的感觉 那都有一种让人 首先它不只是影响有星在一到三度的 它对世人的影响都一样 大家都容易不耐烦 那更不要说现在天气还热呢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要去注意一下 你是不是很容易有这种容易生气 容易跟人家吵架争执 很多事情你忍受度特别的低 这种情况发生 首先你要有自觉 你也要有感受 然后再来还有一点 你有沒有觉得自己的个性正在改变 你有沒有这样觉得 有没有 比如说以前能忍的 现在不能忍了 或者是 开始感觉到 想豁出去 想要做点新的事情 有没有 这其实这种改变都是挺 正常挺合理的 在我看来 我常常会告诉别人 有很多事情 从八月份开始有所转变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 从七月二十几号的这个切分点开始 真正的下半年才开始 然后那个能量已经在转变了 比方说我 我那个时候 比如说 木星 木星是不是十一月份才开始进入下一个星座 照理说你应该讲十一月开始改变 可是 在十一月 一 在十一月之前 那个改变的氛围就进来了 所以你应该可以感觉到 那时间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八月 然后第二 又是我刚刚讲的 所有开创度数 都被touch到的时候 哇 那个能量是非常强的 你要知道 那个奖乐会一元 我因为觉得他的遭遇很特别 我就看了一下他的命盘 我不知道他的出生时间 但是 不知道出生时间的情况下 比较不能看的就是上升跟月亮 但是其他行星可以看 也可以看行运 比如说看Solo Arc也好 Second Progression也好 就是次线法 这种都是流年的算法 我就看了一下 他今年又刚好是一个很特别的年纪 叫做六十岁 那 我发现他的星盘有非常多的星在开创度数 嗯嗯嗯 来了哈 所以有开创度数的人 比如说你自己检查你的星盘 如果你有度数在零到三度 比如说一颗星 那这颗星就会被影响 两颗星三颗星都可以 奖乐会呢 他有五颗星在开创度数 所以他的生涯就会起了一个剧烈的变化 而且他这个五颗星里面有一颗还是木星 然后再来第三个 就是他的木星是在 呃 他他刚好又六十岁 六十岁就是木星回归 所以他那个木星能量很强 才会有爆这种东西 爆红爆好 爆加分爆正能量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行运的看法 我们说人生六十是一个甲子 那占星也是哦 因为每十二年木星 就会回归本位一次嘛 那他到第六十岁的时候 就是第五次的回归了 大概是这样子说的 所以 呃 就从他的身上 我们也会看到上天的一个讯息 叫做好人会有好报 对不对 而且他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 这个行运爆红 然后翻转神反转的行运呢 就因为他好运吗 No 他有前面的累积啊 他前面有不问收获 不问 不求问答 然后默默付出 那么多年 他才有今天 人家相信他是 没有私心的 否则的话 这世界上做形象的人那么多 你假装的也有可能 可是他不是嘛 因为他有过去的credit的关系 所以 呃 我再一次的觉得 像这样的好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去看到背后 背后就是告诉我们 付出不会白费 然后 你 牺牲奉献的人 还是有出口天的机会 好 那这个其实非常的木牌 木星跟海王星 而且现在是 木星在正行 海王星在逆行 所以 他以前做过的牺牲奉献 现在 木星给他报答 在他顺行 在他顺行的时候 在他顺行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 嗯 行星的顺利啊 就是 嗯 就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现象 他 他 他其实跟宿命有关系 可是你 你宿命不是说我们生下来 就一切都注定了 没有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 为善不遇人之啊 对不对 你为善你可以遇人之 你可以不遇人之 而他走的是不遇人之的路线 所以他今天得到这样的好的报答 我觉得挺正能量的 好的 我 没有又美了啦 我觉得是今天的头发是比较直的 我看一下时间我好紧张 我还有七分钟 好疗愈 好生活好不好 对呀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很快的 土星在八月的时候也要顺行了 我说过了 木星会让他爆红 土星则会让一些功课再一次的开启 所以我要你们打开你们的心 打开你们的心 乘坐东方航空MU2813航班 前往普及的旅客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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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出不会白费 是啊 但是付出的过程相当的寂寞 因为是牺牲的奉献 而且牺牲奉献的人 他一定不是求回报 他绝对不会去想说 我60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好报 然后全部都还给我 他应该也不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对不对 所以他可能已经决定了 我可能孤独到底 我可能 付出到底 但没有关系 我愿意 才会有好报 很多做志工的人 很多为弱势团体付出的人 他跟我们这种狮子很强的 然后走光鲜亮丽路线的人不一样 他本来就是 有的人真的就是享受那种默默当中的 就是 光是帮助了别人 我就很快乐 事实上很多这样的人 真的很谢谢你们 不求回报 而有回报 真的是人间最美的故事 射手越来越好了 所以你知道吗 火星 这个木星呢 他11月份即将进入火象星座 射手座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请火象星座的人准备接招 而且你们从8月份开始 也不要说8月 从这个7月下旬开始 你们已经感受到了那一种 阳性的 跃跃欲试的 然后贵人到处都有的好运 仔细想一想哦 牡羊 狮子 射手 有没有 也包括你自己的信心有回笼的可能性 然后也包括你 身边有非常多的好能量开始进来 比如说感情受挫的 已经有人在帮你介绍对象啦 事业上一直很不顺的 哎呦居然有神反转这样的 好机会出现啦 或者是 你只要 你的人格特质 特别特别的被看见 所以你知道吗 你这个时候做好的事情是特别好的 因为你做坏的事情也会被看见嘛 这样知道吗 所以我们尽量表现出比较好的那一面 然后跟走一个正派的路线 我觉得都挺好的 嗯 土上星座怎么办 李伦伦 因为我时间不多了 我没有办法跟你讲 土上星座的人怎么办 现在7点56分 我8点漫游就到了 时间就到了 他就会切断 我接下来回台湾 然后大概11点到吧 11点到了之后 我就要开始收行李 因为我第二天早上6点就要出门 我要去冲绳 呃 所以我下一次直播就会再冲绳 好不好 我是肯定 哈哈哈哈 好 哦 马庆芬说 我是巨蟹 吸引力法则发威 真的齁 有心想事成吗 很棒哦 现在还无理的狮子 好不好 现在 你就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好能量是不是已经默默的在溢柱当中 好不好 狮子座同学不要沮丧 呃 射手会好吗 会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常说 木星走到哪一个星座 就是哪个星座就会好 所以今年照理说天蝎会好 明年就是射手座会好 概念上好像是这样 可是事实上呢 天蝎来天蝎同学 你们说你们今年好不好 我听过太多次了 就很多同学会告诉我 说没有啊 我们没有不好啊 我们没有好啊 木星处女的时候处女也没有说自己好 木星天平的时候天平的人也不觉得自己好 首先哦 我们人很容易先看到自己的痛苦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很正常 如果你身上有个地方不舒服 你一定很想把那个不舒服搞掉 而不是去看 有人正在拿一个什么好东西给你 然后你很幸福 没有因为你不舒服还在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木星走到那个星座 那个星座 不 他的好不再舒服 这样知道吗 他的好不再舒服 我再说一次哦 因为他的好比较像是 他在为你打开一扇门 那打开一扇门意思是什么 你可以走出去啊 走出去听起来很棒对不对 但是走出去意味着你要离开你的舒适圈啊 是不是 你意味着你在面临一个全新的选择 有的人可能更更多的是害怕 有的人更多的是烦躁 有的人更多的可能是担心 然后全新的局面 也不见了就是好的局面啊 你要搞清楚哦 他可能用一种挑战的方式 他可能用一种有人跟你过不去的方式 Anyway 全新的局面 是一个很中性的词汇 好 那为什么是木星 木星不是应该好吗 所以很好啊 好在 入肝年后 你回顾这一年发生的事 你就知道好在哪里 但是此时此刻 你只是看到一个门打开 你只是看到一个新的状况 你烦死了 你哪里会觉得他好呢 所以他是挑战的来临 这样知道吗 因此 我希望大家很正面的很健康的看待 木星一公的这件事情 而不是 木星一公 我人在家中做金币从天上来 没有这种事情 人啊 你想过这种人生的话 你就不要生做人了 生做人其实也是很有福报 才能够生做人 我们才能够进入人 地球这个游戏场 身为好像我们自取万物之灵 这个躯体里面 然后来玩一个很高级的人生游戏 而这个很高级的人生游戏 可不是混吃等死啊 你如果想要爽爽过 你可以生做神猪嘛 每天就是只要吃啊 拉啊睡啊 躺在那里还有人帮你按摩啊 有音乐可以听 或和牛也不错 只是说最后难逃一死 然后肉被吃掉了 就这样